大臣给慈禧,光绪送礼却把李连英忘了,结果毁了前程还搭上了性命,李连英在宫中当差几十年,对帝后之间,帝后与陈辽之间,陈辽与陈辽之间的勾心斗角,而与我诈早已动若关火。 作为慈禧跟前的大红人,李连英是王公亲贵,和封将大力拉拢的对象。 不过,在收礼这方面,李连英还是很有分寸的。李连英从小生长在宫中,耳濡目染,四通见惯,甚至凡是宫中有钱的太监,大都结交外官,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。 诸如都领事苏德、楚秀公二总管刘承映等,通过各种手段大量聚集钱财,他们出宫以后,来土地建庄园,李连英看了不仅眼红,还颈部后尘,甚至采取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手段,大肆捞取外宽。 李连英除了他应得的月事钱粮,恩赏有加的银子外,用他自己的话说,每年都从内务府兑换十万两上等的白银。 凭着他是慈禧太后的宠幸的总管,无论外观或内观,求他在慈禧太后面前说情办事的人数不胜数,哪一个不得打电他一批厚重财力。 但是李连英收受贿赂,也有自己的借条,绝不贸然行事。 凡是那些素无往来或不知情的外观,大都拒之门外,主要是怕他们口头不言,走若风生。 所以他自己常说从不交接外观。 至于那些有头有脸颇有名气的人,不仅有内庭大臣,而且还有外省都府,李连英及时收了他们的贿赂,也从不或者很少在慈禧面前,为他人求情办事,因为他怕慈禧对自己交接外观产生怀疑,同样对自己不利。 如果日后有人问起事情办得如何,他就用所求老佛爷不允地话搪塞过去,对于平日有些交情较深又收了重大彩礼的人。 那于面子不得不办的,也要等待时机,要慈禧太后提起某件事来,再顺便开口。 当然了,天长日久,李连英总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。 怕落个只收钱不办事的名声,也不得不变换手法,今日收你一千,明日还利八百。 这样既不得罪人,也可两情相抵,自己也不吃亏,总得来看还是收进来的多,付出去的少。 真是算计到家了,李连英收礼不办事,或不真心给人办事,也是朝野皆知的,但这个礼又不得不送。 对于那些不肯买他账打遍他的人,非常记恨。 有一个例子就很有代表性。 光绪年间,户部侍郎张英环,被派往英国参加英女王六世大寿庆典,回国时,途径法国巴黎,买了两块宝石,一块红宝石献给了光绪皇帝,一块祖母绿献给了慈禧太后。 若认价值,祖母绿比红宝石昂贵得多,但因为没有给李连英送什么东西,她很眼红。 一贯占便宜的李连英,就很记恨张英环,正当慈禧玩上这块宝石,爱不释手之计。 摸透慈禧太后心思的李连英认为,给张英环落井下石的机会到了。 她站在一旁插嘴冷言冷语地说,难道咱们这边就不能用红的吗? 话虽简单,却触动了慈禧太后的心窝子。 按清代习俗,妻妾嫡妻之间衣饰区别极为严格,只有正妻方可使用红色衣饰,而且只能用绿色衣饰。 慈禧因为自己原是西宫,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,就耿耿于怀,借地很深。 经理连英这句话一次机,情绪突变。 当即令人将祖母绿宝石退给了张英环。 张英环不知底细,便忧心忠忠,担心肿下祸根,但慈禧并不能以此作为,惩处张英环的条件,便怀恨在心。 后来张英环真正受到处置的原因,一是因互不前良亏空,二是支持了光绪皇帝的变法,才被发配到新疆充军的。 当时英国驻华公使还出面干涉,说张英环是出使英国的友好使节,这样做事对英国不友好,将会影响中英两国的关系等等。 慈禧太后对此制之不,庚子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,清军败北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后,借口张英环与杨人有勾结,下令将张英环处死于新疆。 就因为没有打电李联英,张英环不仅断缩了自己的大好前程,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。 不过这件事李联英做的确实过分了,以至于朝野内外震动很大,对李联英的负面影响也很深。 此后李联英虽略有收敛,但其本性却始终未改。